苹果皮 你好 我是怡主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苹果皮 材料很简单 今次我们会用面包来做皮 我预备了2个小苹果 6块没有皮面包 另外我预备了1汤匙糖 1汤匙肉桂粉 1汤匙蜜糖 1汤匙牛油 苹果洗净后 现在我会切小粒 首先切开一片片 再细切 大约切小粒就可以了 苹果粒切好后 现在就会开火 用牛油炒 首先会烧热锅 接着我们会下牛油 接着现在牛油已经开始溶了 我们就可以放苹果下去炒 然后我们可以下糖 还有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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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最后我会下肉桂粉 然后再炒 炒至干身为止 我们就要放凉 现在我们会去做面包 还有我们要预热定烤炉 面包我们搅拌平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预备了一只鸡蛋 如果不用鸡蛋 其实也可以黏住 但用了鸡蛋 效果会更好 我们把鸡蛋 塗在面包上面 然后放入中间 然后把苹果批的馅子 放入中间 然后我们再用刀 切开四下 然后我们再用叉子去封口 然后这个就完成了 我们就会做其他 现在面包做好了 我放在烤盘里面 可以在面部再加一点蛋液 然后现在可以拿入烤炉 烤它15分钟 用180度 现在苹果批就烤好了 苹果批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Delicious 好吃 如果你喜欢 给个like我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Thank you